今屆東京奧運 香港運動員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性戒籍 這一份喜悅當然要和全香港人一起分享 今天一群運動員準備坐開蓬巴士巡遊 慶祝海船而歸 有羽毛球隊 冰燈波銅牌團隊 兇手道女神劉慕常 最後怎麼少得銀牌女飛鱼何思培呢 不少市民一早來到 想親身一睹他們的風采 都是喜歡學師培得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游泳 覺得去游泳很厲害 我帶了一本布想看看可不可以簽名 都是拍一架開蓬巴士和那些運動員 都想鼓勵一下香港拿到街職的運動員 就算拿不到獎牌 都想鼓勵一下他們 一會見到他們會不會大喊 都真的看回現場的情況 如果他們聽到的都會的 希望都可以傳遞給他們 兩輛巴士由紅磡體育館出發 首先抵達佐敦道 轉入尼敦道時 有人拿起手機和運動員自拍 有市民還揮手呼呼 可惜運動員的樣子未太真 車就走了 有市民都很聰明 暴著紅燈停車那一刻 向車上的運動員給like 還即場示愛 師傅,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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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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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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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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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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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而在廣東道的兩旁 都聚集了不少市民等候 為見運動員一面 七點多 七點多來到?為何這麼早來? 你看看 因為喜歡他們 是 他的乒乓精神 你想看見哪一位運動員? 每個人都想看見 渡海球500號程 還有蘇慧陰那些 讀了你們的名字, 很厲害 支持的 有看 到十點左右 我們終於見到車隊了 街上的市民都一起歡呼 還向車上的運動員揮手 有市民還向車上的教練說謝謝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連我自己也忍不住 你們很漂亮, 你們很漂亮 巴士一路走 現場的市民一路追著車 場面很虛狠 看見都追著巴士, 是嗎? 是… 為何這麼興奮? 支持他們, 香港運動員 有好的成績 繼續努力, 繼續政府多點資助 多點支持 氣氛很好, 同事都一起去追 我看到一堆人不停跑, 追著 想再近距離一點, 看到他們嗎? 是 追了幾條街 追了幾條街? 有拍照嗎? 有, 看不到 等了很久, 三十多分鐘 他們最後一站來到西九龍戲曲中心 參加反港歡迎儀式 每位參加過比賽的運動員都獲得表揚狀 何思培還分享了自己的小小心得 我覺得每個人每一天都只剩24小時 所以真的要好好善用每一分每一秒 尤其是當我還在讀書又在游水的時候 就是要兼顧兩件事都不簡單的 但是就真的要好好分配自己的時間 還有知道在適當的時候 應該做些適當的事情 還有當你有一個夢想 或者有一個歌你是想去達到的 我就會經常朝著目標去進發 就算多辛苦, 也要捱過去 因為…就算現在犧牲了很多東西之後 當你達成那個夢想的時候 就會一切都是值得的 至於剛剛巡遊過程 他們都說近距離聽到市民的支持很感動 我的感覺很開心 因為沒想過大家在這個… 剛剛那個時段 其實都不是說…可以很多人參與 因為很多人要上班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公司上打招呼 和我們在家裡打招呼 而且剛才是有一點點下雨的 所以都很開心 很多市民都跟著我們一起跑 有一位市民是跟著我們的車一起跑 很厲害 今天都是一群人 我也是第一次在花城市 這樣周圍跟那些市民說高興 聽到他們不斷叫我們加油在這裡喊 我們是覺得很開心 大家都很興奮 剛才看到很多市民追著我們 跟我們說加油 你們是為香港爭光 其實有一刻我們倆都很想哭 真的很感動 2020年東京奧運圓滿樂幕 為了慰勞台前幕後的同事 特別舉行了慶功宴和大抽獎 今天的功宴當然是 我們為了我們所有的慶功宴 而為了我們所有的慶功 但是更加都是我們所有的慶功 是一個其實在這個感激的意見 出了很多力 因為我們是有答案、有迷失 我們是得到很好的修士 香港很多人都在看我們這次職員 也都超過80人 都是選擇我們JB舞台去工廠 奧運結束了 一群主持也有點失落 剛才完成的一個星期 其實又不用這麼早起床 然後突然好像真的失去了寄託 我自己很想念專業的評述 那些聲音 鐘Sir 方Sir 對 第一戰線 對 還有宗教授 那些聲音好像每天都陪著你 你看奧運 一定要配他們的聲音才配搭 但之後就失落了 做這個冬奧期間 其實都很緊張 沒有什麼吃的東西 所以我是瘦了一點 我覺得這是我冬奧的一個小確幸 OK